美国内政部部长朱尔尔和他的代表团来到克鲁格国家公园 获取有关南非残酷偷猎的第一手资料 偷猎者杀死一头白犀牛,取走了犀牛脚 留下的尸体成为突旧的食物 朱尔尔观看公园法医小组采集了DNA样本和其他证据 偷猎者一旦被抓住,这有助于把他们定罪 这是令人十分悲伤的,十分难受的景象 我认为南非为了挽救兵临灭绝的白犀牛做了这么好的工作 所以看到一头白犀牛造岛这样的命运,令人难过 南非水资源和环境部部长埃德纳·莫勒瓦斯盐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绝不会放弃,我们必须打这场仗,而且必须打赢 朱尔尔呼吁全世界团结起来,打击所有形式的野生动物贩卖 我们需要让世界看到这种事,让它们采取实际行动 并认识到犀牛角只有在活着的犀牛身上才有价值 否则不值一文 南非有两万两千头白犀牛,是世界上最大的犀牛群 其中九千头头在克鲁格国家公园 偷猎者仅在2015年就猎杀了一千多头白犀牛 南非目前部署了地面和空中护灵员,保护犀牛和数以百计的其他野生物种 不被全副武装的偷猎者猎杀 这些护灵员说,他们十分愿意全力以赴保护这些动物 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,我就会继续从事这个工作 我将继续保护这个资产,因为它属于所有人 这不仅是为我们非洲人,而是为了整个世界 南非的宾威物种包括非洲象、非洲狮、猎豹、黑犀牛和白犀牛 美国之音库马洛南非报道